張震朗、應屆港姐林玉慧、許子軒、梁超儀、盈慧敏、胡慧康、呂山等 這天出席一個辭事晚宴 一月初時震朗拍攝新劇 不慎撞傷令眉骨受傷逢了七針 事隔兩個月,震朗幾乎完全康復 叫大家不用再擔心 其實主要是看她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都沒什麼大礙了 都照常開工 其實是黏到連氣的 沒錯 總之開工都不影響 震朗其實不只有演技 參加過新秀的她都唱得兩嘴 所以她在晚宴都有展露歌喉 今天來她也有唱歌 很久沒有這麼大型的表演場合 又要唱歌也是有點緊張的 今天也有想到瘋狂聽 有瘋狂聽 我發現瘋狂聽比瘋狂練更重要 好像是 因為聽得比較熟 起碼不要脫掉歌詞 不要脫掉節奏 不要脫掉節奏 這個我也想的 那 不知道唱歌一次之後就沒有了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是我的問題 說這麼快 四位港者相識將近一年 他們的感情越來越好 就不再話下 最重要的是 經過這段時間的相處 他們都對大家更加了解 因為我們由參選到現在 都差不多一年認識了 其實彼此對大家的了解 都再深入一點 大家又經常見面 所以 有時我私下都會約他們去吃飯 對大家的了解都加深了 還有 希望他們對得我們不會很厭 每天都對著大家 我正常說很厭 但是每一次都會知道 他們一些小的 喜歡的東西 不喜歡的東西 每次都有多點了解他們 所以都是一個過程 對 很有趣 和大家相處過程 大家都知道 大家最近在忙什麼 或者你們有什麼新的進展 大家都會開心